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 让他开心 小说终于有了不同的尝试 也在戏剧杀情后 到美国一个半月休息 重变 而在这趟旅途中 竟然叫华强涵意外接获海外主持工作 一听到新工作上门让 他不仅喜极而记 而讲到这一路拍戏过程 华强涵提及自己演出一场强暴戏 戏后自觉表 现抄赞 但尽遭前辈心疼 让他落泪千小拓展戏路 华强涵会想起在本土居 有长下药泥间戏 其中他被承认下药 且接住强奸得逞 下戏后华强涵自觉表 现抄赞 在电视预告猛力播送后 华强涵被前辈心疼直说 你怎么会接下这场戏 后之后觉得华强涵察觉 难道自己做错了石膜 便打电话向经纪人哭诉 索性近期苦笑 甘蓝副中国演出戏剧 人间规则表现又目共睹 金华天涵 一举办参序 表示自己会好好加油 朝自己的戏剧之路迈进 华强涵副中国演出 人间规则 在剧中的剪下大把刘海 瞬间剪零几十岁 演出天才型电脑 骇客让他扑足前隐 而说起在本土剧和到中国拍戏差别 华强涵表示 本土剧本热腾腾 需要临场发挥 而到中国的诗剧本先送到手上 可以自己为角色注入许多灵魂 两者拍戏方法 先获得许多收获 华强涵微戏 剪了短刘海 麦子娱乐提供华强涵微戏 剪了短刘海 麦子娱乐提供华强涵情绪拓展记录 麦子娱乐提供华强涵情绪拓展记录 麦子娱乐提供